在民主社会 人类人有抗拒真相和知识的倾向吗 另类事实 为什么我会选这本书 是因为我觉得它讲到了这个民主机制里面 现在存在的一个危机 在我们现代这个世代呢 公众舆论越来越由极端的情绪 而非理性和证据决定 许多既有的客观知识呢 遭到抵制或者被相对化 假新闻另类事实和阴谋论泛滥成灾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要分辨资讯的真假 本身就很不容易了 更不要说是我们主观上想选择那个 我们认为是事实的事实 这本书它其实也提到了 这个意见不同者之间 沟通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对抗性在 那我相信它这本书 肯定在讨论这个现象的同时 也让我们更加的理性地去看待 说彼此观点的不同 保有这个民主机制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所以我很想好好拜读一下 哈喽大家好 很猜到我现在在哪里吗 我现在是在台湾的二大图书馆 其实这边真的很方便 因为离我家其实蛮近 上海市的图书馆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现代化 因为我家住的比较郊区一点 所以每一次要去一趟都非常的不方便 导致说去的频率不会很高 那我觉得在新北市生活有一点挺好的 生活机能很方便 包括就是你去图书馆 其实车程也是很短 那么来的频率也就可以很高 图书馆毕竟是一个免费的资源 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 就是孩子的那个阅读所需求的那个更换 书的频率 我觉得有图书馆 做了一个很好的support 欢迎来到按照啾啾的频道 我是梁宝妈 从上海到台北 从律师到YouTuber 不变的是对生活和观点的分享 那今天就随啾啾的步调 一起到国立台湾图书馆接触吧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四个 从公园一同 然后要穿到另外一处去坐这个捡运站 总可以直接这样过去 非常方便 一圈都是孩子们游乐的天地 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要访的书 在这个管前门的位置呢 有个自助缓书的窗口 这样就非常方便说 不在他们的营业时间呢 仍然可以自助的缓书 并有一个book return的缓书口 好像就是把书从这个小小的窗口丢下去 之前我们都是在这边进行操作 好了 现在开始缓书台 一次整个缓一本 走 然后它这边会显示说已归还 那我们试着书背 对着看看它是什么代言 OK 它是可以试 这本书我觉得也很喜欢 我觉得对于YouTuber来感应 不用列印了 那现在还书这个过程就这么简单了 当然也可以人工还书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 里面看一看里面的整个环境 来我们去接一些大人和小孩的书吧 这边走进来就可以看到 刚才的缓书处 它在这里这么操作几时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边 就是上面就是我刚才的缓书啊 第一次注意到 图书馆的视障资料中心 为视力障碍人师提供平等的阅读和学习机会 这些不绝图形资料 应该就是为了帮助视障儿童 透过触觉来看到世界吧 这次我也用触摸跟世界打个招呼 这是图书馆定期主动赠送给特殊教育学校的主题图书 有声书 大字图书 这些都能降低视障儿童阅读的障碍 让孩子们爱上阅读 这边经常会更新一些 很多讲座 还有一些读动 觉得是很丰富 更多活动资讯 其实登陆国立台湾图书馆的官网 就可以随时查看 在这半首旅吧 然后这边是一些文创 做得真的很好 我真的很好奇的也是这个 真的会有人买吧 会有人专门到推书馆来买这些半首旅 这些文创的产品 一楼正在大兴土木 人的施工区域往前走 就是起开市 这些文创的产品 二楼也是温馨漂亮 四月的这个大地震 然后持续的余震 保持现在这个图书馆的三里 四 你看都没有开放 都在整修中 所以如果要介入相关的书的话 只到一楼 它有个专门的活动柜 那边就会有些三楼的书可以介入 或者是你直接跟他们在往后上约一约这样 走之前总是习惯性的为书本杀菌一下 图书馆的亲子资料中心 就是年轻部门的福音啊 很明显的感觉 就是台湾的书籍价格真的比中国大陆的贵很多 因此如果其他孩子养成长期的阅读习惯 又不用顾虑金钱的负担 图书馆的资源真的是必不可少 而且翻新后的空间太适合亲属共读了 突然很想念孩子一起来的时光了 我们没有在试试 我喜欢对象的 我是队签的 我们的意思是 我们的址 至少 就是个学生来的 所以我们一家 leave 对象 我也是 有不存抑 现在我们的乔着乔与 现在有两块饼干,我本来要给你吃 你可以吃到两块饼干,对吗? 但现在鼻子说,妈妈我也要吃 那这个是我妈妈要为了公平 所以你们每人都可以吃到饼干的话 一个人生起来比较好 你这样说我会不知道啊 我讲的太难吗? 这就是今天借到的书啦 这边是孩子们的 这边主要是我和先生的 那这本书是跟法律有关的 他只要是一个思维方式 还有一个法律人的价值观 我看到他这样说,我觉得非常的认同 法律对人在内心究竟选择自己要做天使 或做魔鬼天生无能为力 真的,这个法律的底线跟我们的道德底线 甚至我们的信仰 真的是不同的三条线 其实法律它是社会一个人身上最低的底线 所以法律不能设得太高 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所有人要达到很高的标准 说到哪里? 这边有一些音法族被在这边唱歌 那没关系啊 我们有的时候会对法律 会有很高的期待 就认为说法律有制定 就可以保障所有人 并不是这样 就之前我也有提过 就是法律制定 它本身就是有滞后性的 它是在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在不断不断的一些改进这个法律的制定 并随着这个时代 它肯定也有一些变化不适用的情况 它再进行完善修缮这样 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 问题已经发生了 为什么没有好的法律机制 那是因为真的它就是有一个它本身的问题 就是滞后性 然后另外有一本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另类事实 他是一个哲学家写的一本书 为什么我会选这本书 是因为我觉得他讲到了这个民主机制里面 现在存在的一个危机 也对我来讲就是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和经验 那他就讲到说 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呢 公众舆论 愈来愈由极端的情绪 而非理性和证据决定 许多既有的客观知识呢 遭到抵制或者被相对化 假新闻另类事实和阴谋论 泛滥成灾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要分辨资讯的真假 本身就很不容易了 更不要说是我们主观上 想选择那个我们认为是事实的事实 这本书他其实也提到了 这个意见不同者之间 沟通会愈来愈少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对抗性在 那我相信他这本书 肯定在讨论这个现象的同时 也让我们更加的理性地去看待 说彼此观点的不同 保有这个民主机制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所以我很想好好拜读一下 其实呢我平时也喜欢看些非常好玩的书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认真玩自拍 它是一个IG的百万订阅 Call it L 它里面有非常多丰富的照片 可以现学现卖 亲爱的不要害臊 避免攻起身体 将你的美胸挺出来 你这个女人就是要很自信地去展现 你所有美的那个样子 Make up my brain 也可以让我整个人的身形 也看起来越来越好 越来越健康 你喜欢 那这些就是我们孩子们的书啦 好生气 对于一个生气 多大量的宝宝来说 让他认识自己的情绪 做一个健康情绪管理 非常重要 所以亲自共就是帮助他有更多的去认识他的一些情 这就是爷爷啦 爷爷会说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可以看到就是祖孙之间的那个情谊 所以可以让孩子跟爷爷之间产生那种爱的连结 外公的大义 因为外公不在身边 所以我们帮他更多的想到外公的 大义了 保住孩子去认识这个环境的变化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家这次借的书啦 这样差不多过两周了 所以又可以换新的书就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今天最大的发现些事 之前并没有太注意到这个视听资料中心 非常的人性化 哇 穿下雨了 啊 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到宝宝馆 一起来阅读哦 特别是跟孩子们一起阅读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 下次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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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